哎呦 醋博说老花姨趋纹水对花有影响吗 我的天 你说的什么样的趋纹水 就是你这个大瓶的那种 你就喷雾的那种吗 那种呢 它里面有一些个油脂 就是有油 它你只要喷到叶子上面的话呢 可能就会附着一层油 那个会覆盖住这个叶子 这个会不太好 你擦了就没事了 或者用水给它冲干净 那个影响不大 你说它毒性 它毒性很小的 你明白吗 就是对它来说基本上不影响 你像我们大棚里面用的很多的药 比你那个确温水毒十倍八倍呢 那都没事 明白了吧 还有的花露水嘛 花露水也没什么影响 还有什么 反正就那个油脂类的那个 就是有油它会影响 这个还有一个 就是你们知道那个叫一叶面增量剂 花卉市场里面一般会卖 就是你买回去的那种叶子 它不是很亮 它喷上以后再亮 它就类似于咸油的那种道理了 其实那个东西它对花来说是不好的 你得擦干净 明白了吗 你要看两天那行 看完以后你用水冲冲拿四毛巾给它擦干净 你要不然时间长了 它就像一层蜡痣一样 就有一层肚了膜一样 它就给这个叶片给它糊死了 明白了吗 懂得个事就行 所谓的影响并不大 如果不做记得点个关注 有其他有问题可以视频来留言 我吓唬花一 一样花吹唾一 白了头发 嗨 嘿嘿 嘿嘿 嘿嘿嘿